大家好,我是Channel Bing 前几期我介绍了天使帝国一二三代 以及新天使帝国 本期我将在你了解2016年发行的天使帝国4 天使帝国4在Steam上的售价虽然不贵 但无奈我囊中羞涩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 突然一句名人名言回荡在我耳边 这么多年了公司长没长 有没有认真工作 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好不 国产游戏很难的 于是我买了 故事延续了二代的剧情 在瓦尔克利王国与一世界的两境大战中 尼亚击败了野心家毕纳维基 女帝维斯塔一度引领埃斯加大陆 走向和平兴盛之路 千年以后 新任瓦尔克利女帝对元素魔法非常痴迷 并提倡神圣元素论 也就是元素魔法是神圣的 你们这些平民不配学习 但新兴大国孟图却要普及元素之力 这一举动激怒了女帝 所以以军事力量制裁孟图 两国的战事仅一年便以停战告终 但安地里的对峙并未平息 故事开始的一年前 神秘的瘟疫迅速在民间蔓延开来 感染者会变成嗜血狂徒 肆意攻击平民 世人给这个瘟疫起名为纳姆塔热 而感染了这个瘟疫的人被叫做纳姆塔 瓦尔克利的女帝成立了一支 专门调查此类事件的纳姆塔调查队 我们的主角就在这个调查队中 而且又又又又再次巧合的叫做尼亚 调查队共三人 与尼亚一起长大的好友李欧娜 和个性迷糊且缺乏方向感的克里斯汀 说她缺乏方向感还真不假 这不又走失了 尼亚和李欧娜这边也不乐观 在莱茵镇被一群纳姆塔围了起来 四代里的很多地名都是用二代的角色来命名的 没想到尼亚学的是脱衣剑 一剑下去就把别人的衣服给拔光了 脱完这帮纳姆塔的衣服 天空中闪过一团白雾 尼亚一抬头 那一定是UFO 兴奋的追了过去 两个人鬼鬼祟祟的跟着来到拉朵纳森林 刘娜这表情一看就是一肚子坏水 UFO在地面砸出了一个大洞 还闪闪发光 尼亚兴奋难耐 短短的几分钟就分别完成了目击UFO的第一类接触 和发现地面大洞的第二类接触 他不由自主的将手伸过去 准备达成第三类接触的成就 就在这时 一个孟图兵长骑着小马冲了过来 欲抢夺UFO 克里斯丁此时也被UFO吸引了过来 三人刚将孟图军击退 他这个小迷糊又不见了 原来他被一只超大的蜘蛛抓了起来 蜘蛛 体大 血厚 宫低 宰多 尼亚最终支持不住 被大鸡鸡打伤 UFO突然从地底冒出来 给蜘蛛吓了一小跳 没见过这么大 这么远 这么白的东西 慌忙跑掉了 UFO变成了一个女孩 飘在空中 刚说一句 你们是 就晕过去了 三人联盟把他扛回了瓦尔克里王城 等尼亚向代理大臣汇报完情况 神秘少女逐渐苏醒 李游娜问 你是不是女神降临 来解救我们这些贫苦的人民的 神秘少女却玩起了失忆 只是隐约感觉脑海里有个声音 一直在呼唤她为科菲尔 尼亚准备继续去调查纳姆塔 打算留身体虚弱的科菲尔 在王城里当宅女 但科菲尔却说 预感我有大使命 怎能颓废再养病 所以从大家一起前往 来到埃欧里亚村 又遇到纳姆塔的袭击 科菲尔情不自禁地 净化了一个纳姆塔身上的瘟疫 让他恢复成了正常人的模样 尼亚他们也惊呆了 真不会是女神下凡吧 就在其他居民都放弃抵抗 被动挨打时 有一个弓箭手 坚强地反抗着 他就是艾斯翠德 他和他的妹妹 居住在森林的小屋里 没想到遭到了纳姆塔的入侵 本想下山求救 却再次遭遇纳姆塔 尼亚帮助村民脱困 艾斯翠德焦急地说 他的妹妹仍困在小屋里 大家又赶忙让艾斯翠德带路 去解救他的妹妹凯伦 然而他们还是来晚了 凯伦已经不知去向 但并未发现血迹 猜测可能已经逃走了 四处寻找 天已见黑 但仍找不到凯伦的踪影 并且他还患有严重的头痛 常会产生火焰缠身的幻觉 这让艾斯翠德更加焦急 众人打算生火扎营 期待凯伦能在夜晚看到火光 自己寻来 但可惜 直到清晨 凯伦依旧没有出现 尼亚提议让艾斯翠德加入队伍 同时可以在路上收集凯伦的线索 艾斯翠德欣然同意 来到秦斯湖畔 已是孟图蜀国 银月城的管辖范围 银月城由法牙而掌控 他曾经是一名才华洋溢 且能叱咤风云的炼金士 却不知为何 如今变成了一个喜欢抓捕平民 做实验的歹毒之人 此时 一只青蛙制服的少女 已被银月城兵长 抓进了笼子 旧出发女 她名叫菲利达 是胡泽组长的侍卫官 她的好伙伴具有卓越魔法领悟天赋 被称为秦斯在世的特瑞莎 已经被法牙尔抓去做实验了 从组长那里得知 被法牙尔做过实验的人 都感染上了纳姆塔热 事态紧急 尼亚决定今晚就给法牙尔疏通一下下水道 不不 水下密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到这里就可以进行转值了 但转值这画面怎么感觉 不能说毫不相干 只能说一模一样 你问我怎么能想起这部动画片 嗯 很小的话题 通过水下密道潜入银月城内部 却世纪败露 被法牙尔抓入了牢房 艾斯翠德不仅是个狙击手 还是个开索将 逃出牢房 瓦女仍然执着于她的好友特瑞莎 大家决定拯救特瑞莎 并摧毁法牙尔的秘密实验所 原来 法牙尔利用一种黑物质 让村民变成纳姆塔 不仅听命于法牙尔 她还可以吸收被感染者的生命能源 法牙尔非常欣赏特瑞莎的魔法潜能 此时正准备吸取特瑞莎的生命能源 法牙尔为了不让尼亚打扰她的实验 设置了一个魔法结界 可她没想到 尼亚毫不留情的把她周边的实验装置砸了个稀巴烂 导致法牙尔无法有效控制黑物质 而遭到了黑物质的反噬 身体不停使唤 尼亚和蛙女趁其不备 向法牙尔展开了攻击 法牙尔闪躲不及 下意识的以右手阻挡砍来的剑锋 冲上来几个大木塔 带着失去右手的法牙尔逃之夭夭 科菲尔在对抗法牙尔的过程中 因为净化了太多的黑物质 体力消耗过度 晕了过去 昏迷中 尼云又听到有人在呼唤她 并跟她说 要快点找到女神圣物 才有办法拯救艾斯加大陆 醒来后 科菲尔告诉大家有关梦境里所发生的事 被大教的特瑞莎 听闻有一名叫辛玛的炼金士 也在打探女神圣物的消息 愿意和蛙女一起带路并帮忙寻找 此时 一个被法牙尔抓的玻璃鼠跑了出来 她拥有能够模拟其他魔兽的特殊能力 克里斯丁与她一见钟情 并为她起名为露露 不知不觉 大家已经逐渐深入了梦图的领地 只见一个营发少女大呼救命 她叫弗雷尼 外表天真无邪 内心却有很多鬼点子的她 其实是梦图女帝的女儿 但一直没有向大家暴露自己的身份 如今竟被梦图卫队追杀 看来梦图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纷争 尼亚帮她解围 刚巧她也是新马的徒弟 引领大家来到新马的小屋 新马正在一边孤独酒 一边捣鼓她的药缸 导致缸里的元素平衡失控 熬煮出来许多魔物 新马也不客气 看弗雷尼带着一堆人来了 就让他们帮忙清理魔物 等新马久醒 她说很久以前 有一本名叫《艾斯加一文录》的著作 她花了很长时间 只收集到一些抄录和笔记 上面就有记录关于女神圣物的传说 艾斯加大陆的女神圣物 一共有四个 分别是 大地之时 风雷之时 潮水之时 和火炎之时 相传 远古时期的四位女神 将这四个女神圣物 留给艾斯加大陆的先民 作为礼物 如果艾斯加大陆未来受到邪恶力量威胁的话 只要将圣物聚集起来 四女神之力将会拯救艾斯加大陆 关于圣物在何处 情报就非常稀少了 新马猜测其中一个圣物大地之时 就应该在不远处的蒙新漫山 新马曾经去探索过 却毫无收获 只剩下一个名叫山立村的村落 由于村民彪悍野蛮 新马一直不敢仔细探查 了解完情况 大家决定去蒙新漫山看看 新马却要求他们支付 30枚瓦尔克利金币的咨询费 尼亚画了一个100枚金币的大饼 新马开心的沉迷不醒 来到山立村 猫女塔塔莎和兔米多多利 拦住了他们 他们说的是当地的图语 新马自告奋勇当翻译 却不懂装懂 惹怒了两人 逃离她俩的攻击 见到了波波可大巫师 看似小孩 实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老人家了 她说 祖里正在进行巨灵试炼仪式的准备工作 并不欢迎外来人员 机灵的新马说 尼亚他们是来挑战巨灵的 而村里认为 与巨灵搏斗是一种至高的荣耀 虽然至今无人能活着回来 外族人挑战巨灵 需要向祖灵请示 新马向火堆扔入朱然计 大巫师以为祖灵很同意 隔天一早 猫女率先独自去挑战巨灵 兔女感觉猫女有危险 希望尼亚能前去营救 来到圣地 见到猫女连boss的面都没见到 就已被石头人打晕 这些石头人看似身强力壮 但其实 他们只热衷于加血和搞鸡 而巨灵这边 打倒蛇女 得到女神圣物之一 大地之石 一日 波波可大巫师带领大家 观赏圣山的美丽景色 突然吹起了怪风 半龙族战士葵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他此次来 只是想试试尼亚他们的实力 就在他掐住尼亚喉咙的时候 克菲尔借助大地之石的力量 将葵打成了重伤 而在此之前 葵已经派人在山里村点了一把大火 此人竟然是艾斯翠德的妹妹 凯伦 可此时的凯伦像着了魔一般 只想着杀人放火 不像是祖国花朵 就如此这般堕落 也不怕姐姐难过 打败凯伦 他似乎恢复了一点自我意识 说自己曾被半龙人抓去 就在艾斯翠德将凯伦摟入怀里安慰他时 凯伦又突然发狂 用匕首刺破艾斯翠德的腹部后 快速逃离 艾斯翠德因为嗜血过多晕了过去 好在病无大碍 在众人的紧急治疗下逐渐恢复 西马在山里村古籍中找到一些线索 经过比对 发现南方的暴风族曾经变得异常强大 他们可能是借助了圣物的力量 临走前 波波可大乌是为了给族人报仇血恨 让猫女和兔女跟着尼亚一起对付半龙人 暴风族人都长有一对大大的翅膀 他们是像鸟一样可以飞行的战士 然而 葛罗蒂亚却不幸天生残疾 只有一对可爱的小翅膀 以至于她至今都无法飞行 她是实力出色的拥兵团海伦娜 十四岁时从外地报回来的 海伦娜也一直关心她的成长 并想尽办法寻找百岁鸟之鱼 来治疗葛罗蒂亚的小翅膀 可她俩都不知道的是 葛罗蒂亚其实是曾经一名暴风族组长的后裔 但因此人滥用风雷之石 到处引发杀戮 风之女神降下惩罚 夺走了她和她后代的双翼 继承者具有暴风族的守护血脉 可被新任族长视为不祥之人 而遭到流放 这天 在暴风峡谷中 葛罗蒂亚等待着一个 自称能让她翅膀恢复的人 她就是半龙人B B用哄骗小孩子的方法 让黑物质攀附到葛罗蒂亚身上 并利用拥有守护血脉的葛罗蒂亚的鲜血 开启了保存风雷之石的苍蝇集团大门 守护者是一只鸭鸭 虽然鸭子血很厚 但只要让葛罗蒂亚抵达祭坛 就算是通过考验了 葛罗蒂亚拿到风雷之石 得到了一对黄金大翅膀 另一边 海伦娜与尼亚一行人偶然相遇 将他们引荐给现任的暴风族组长 尼亚询问有关女神圣物的事情 组长却装作不知情 并且一副要感人的样子 突然苍蝇祭坛那边发出一阵轰响 有人报告说葛罗蒂亚跑进了祭坛里 祖长一惊 大事不妙 海伦娜则很奇怪 祖长为何如此惊讶 祖长看事情再也瞒不住了 才告诉他们葛罗蒂亚祖先的来历 和他的鲜血 是开启苍蝇祭坛的钥匙 压制住葛罗蒂亚 他的黄金大鸡翅也没了 就在新马和祖长争吵 风雷之石应该归谁时 B现身了 说你们别吵了 风雷之石 还是我来拿着吧 B无情的将风雷之石 从葛罗蒂亚体内取出 并将他丢下悬崖 还好海伦娜及时飞下去 将葛罗蒂亚接住 原来半龙人也是从S加一门路里 了解到女神圣物的情况 如今不知为何 他们也热衷于搜集女神圣物 B虽然很强 但也敌不过这么多人 突然又出现一个半龙人黄 前来帮忙 与B带着风雷之石跑路了 海伦娜和古罗蒂亚 都希望为暴风族夺回风雷之石 一起加入了讨伐半龙人的阵营 回到瓦尔克利城 向女帝汇报 但尼亚似乎不太信任女帝 让里尤娜隐瞒圣物的事情 突然 马蒂达以一种华丽的方式 给尼亚打招呼 她是瓦尔克利王国 玫瑰骑士团团长的继承人 同时 她还是二代异世界游骑兵 苏兰达的后裔 她和尼亚从小就认识 但始终无法打败尼亚的她 以一种邀约对决的方式 保持着他们之间的友谊 两年前 马蒂达向尼亚约定 今日对决之事 经过了三场的竞技场决斗 马蒂达 不出意外的再次落败 尼亚要继续踏上 寻找女神圣物的旅程 马蒂达觉得在城里也没意思 就加入了队伍 众人来到海上 法雅尔开着船撞了过来 法雅尔说 克里斯丁其实是她的女儿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 她的女儿贝斯 曾在瓦尔克利与梦图两国大战之时 受了重伤 而被称为不朽之手的她 却无法医治自己的女儿 后来 半龙人找到法雅尔 说可以用黑物质提炼出来的黑物质晶体 将贝斯的灵魂 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体里 但要保证黑物质晶体的运作 就必须使用大量的黑物质 所以 法雅尔便答应帮助半龙人 散播黑物质 刚巧一天晚上 克里斯丁这个小迷糊在外执行任务时 就稀里糊涂地撞进了法雅尔的家 想借宿一晚 法雅尔趁即将保存了 贝斯灵魂的黑物质晶体 植入克里斯丁的体内 如今 晶体的能量已经成长到 可以占据克里斯丁的身体了 关键时刻 克菲尔招准时机净化了克里斯丁 让他恢复了正常 贝斯的灵魂也就此消失 法雅尔悲痛欲绝 跳海自尽 常在海上飘 海怪概率高 吃了一顿章鱼烧 卷入海底的波涛 一行人沿着海底通道 进入了存放潮水之石的水之神殿 将潮水之石取下 并击退前来抢国的半龙人魁 来到了凯米拉群岛 在岛上 艾斯翠德再次见到了妹妹凯伦 克菲尔这次将凯伦体内的黑物质 彻底进化 原来他们的妈妈 在一次探险中 得到了火焰之石的种子 在妈妈离开他们后的一天晚上 火焰之石的种子 跑到了凯伦体内 半龙人抓凯伦 就是想逼凯伦体内 火焰之石的种子 说出火焰之石的所在地 虽然火焰之石的种子 最终还是被半龙人夺走了 但他也在凯伦体内留下了 火之神殿地点的印记 火之神殿在阎廊山 黄已经抢前一步拿到了火焰之石 沾沾自喜的 道出了他们半龙人此行的目的 他们就是二代里龙塔的半龙战士 异世界的真名 是拉洛亚 一千多年前 野心家必纳维基被打败 拉洛亚迎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和平岁月 然而突然来了一名叫做 阿玛吉尔的神秘人物 只身一人 凭借着一股可怕的黑暗力量 就颠覆了整个拉洛亚 他利用身上分裂出来的黑物质 控制并夺取生命能源 再吸收到自己的身上 后来 阿玛吉尔发动了连接其他世界的魔法阵 让半龙族成为他的棋子 替他夺取更多的生命能源 进军其他世界 但半龙人 如今却有了自己的打算 虽然他们一直为阿玛吉尔效力 但也无时无刻 不再寻找打败他的方法 他们发现了艾斯加大陆上的女神圣物 和克菲尔的强大能力 打算收集女神圣物 再吸收克菲尔的力量 对抗阿玛吉尔 黄还是被打败了 尼亚本以为收集其四件圣物 就可以解决艾斯加大陆的危机 没想到 心里只想着无条件服从命令的李欧达 还是偷偷把收集圣物的事情 告诉给了女帝 女帝直属的秘书部队 奥集团突然出现 李欧达一转眼 便抢下了装有女神圣物的袋子 跑回去复命 原来 女帝只想用女神圣物 终结艾斯加大陆的分裂局面 而不是想着拯救艾斯加大陆的人民 免于纳木塔肆虐的灾害 而且他们也发现了克菲尔的强大实力 也想把克菲尔绑回去 尼亚当场决定 宁愿背上叛国罪的罪名 也要保护克菲尔 拯救人民与水火之中 击退奥集团 尼亚苦口婆心的劝说李欧娜 正当李欧娜犹疑不绝时 刚刚被击败的黄 恢复了体力 并迅速把四个女神圣物 吸收到体内 变成了一条巨龙 女神圣物果然强大 身经百战的尼亚被黄打成了重伤 就在黄再次发起攻击时 克菲尔终于觉醒了 同时他还治疗了重伤的尼亚 黄虽然最终被打败 但因为战斗中 克菲尔消耗了太多的力量 刚刚的尼亚只是被克菲尔的力量顶上去的 现在力量耗尽 尼亚也支撑不住了 尼亚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克菲尔也想起了之前所有的事情 阿玛基尔其实就是吞噬了 必纳维基残余能量 而重获生机的黑魔石 而克菲尔来这里的真正目的 就是收集女神圣物 并对抗阿玛基尔 同时他还带走了尼亚的佩剑 想要拿来验证某件事情 克菲尔来到满目疮痍的拉洛亚 游戏就到此结束 天使帝国4是天使帝国系列 至今为止的最后一代 战斗中采用了统一增加经验的升级方式 而不是看谁造成的伤害多 或谁最后击杀敌人 来分配经验了 也增加了诸多的自由练级观 所以推进主线的时候 只需要考虑拿到S评价 而不需要考虑刻意练级 游戏有金币的机制 但只能用作转值 并没有装备和道具 每个角色是可以随意转值的 但来自相同的副级职业 只能选一个 随着主线的推进 拿到更多的rank值 才能开启高阶职业 转值的早晚 并不会影响角色的最终属性 角色的终极职业是固定的 而且要完成对应的转值任务 才能开启这个角色的终极职业 科费尔其实有两个终极转值 如果之前进化的纳木塔较少 则转值为暗夜明女 否则转值为光明圣女 有三个角色并不是一定会入队的 在解救特瑞莎的战役中 如果没有在12回合内 清除6根能量柱 则特瑞莎就会被法亚尔杀死 在进入苍蝇祭坛 寻找葛罗蒂亚前 没有触发海伦娜的叶惠林支线 则海伦娜不会加入队伍 葛罗蒂亚也会坠入悬崖 游戏还有宠物系统 克里斯丁可以召唤的鹿鹿 能够通过支线任务 学习各种幻化能力 最强的幻化 当然就是圈圆剑穷之飞里的紫巧妹子了 战斗系统引入了属性抗性 每个攻击技能都有各自对应的属性 要使用敌方抗性低的攻击才能造成更高的伤害 战斗可以移动施法 采用了动态MP的方式 也就是MP是会自动回复的 而且总量也不多 这在战旗游戏中算比较有特色的 战斗是可以每回合进行回退的 万一死人了 还可以回退到前一回合进行补救 相当于每回合开始前 自动存了一个存档 这让难度下降了不少 对于不喜欢硬核游戏的玩家 确实是一项福利 天使帝国4终于增加了宝箱的功能 但只能开除转值用的金币 和角色转技的残液 想要刷满转技 确实要花一定的功夫 首先就是尽量让主线和转值任务的关卡 都是S评价 之前我就是因为多多力的转值任务 太难S了 导致多多力的转技 一直是残缺的 如果这样还没有集齐 那就只能去练机关不停的刷了 主线剧情 真人配音 不再是电子音了 全程听下来 还是很不错的 天使帝国4的故事 似乎还没有结束 看四代的结局 当初应该是有五代的规划 不过Steam上的评价 褒贬不一 这个结果我相信大鱼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方面继续投入 开发五代 我心里其实是没有底的 如果哪天出了五代 我还会在这个系列里补上 好了 这就是天使帝国4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Channel BIN 我们下期再见